徐景明有些赞叹,千番战队没有神剑手,但各个练就一手好暗器啊。 虽然手持双盾,但徐景明却没用盾牌抵挡,而是施展身法,迅捷迈出一步,由梁炳飞斧从他身侧衣闪而过。 我如今最大的缺陷就是步伐了,步伐如果达到三阶,实力还能再提升一层。 或许就有和师傅,和雷云放前辈交手的资格了。 徐景明很清醒,雷云放前辈在虚拟世界第一次显露实力,那身法就已经很恐怖了,更别说现在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 外界都说,雷云放前辈是世界第一的身法。师傅刘海更是实力世界第一。 自己的身法不达到三阶,在雷云放前辈面前就是靶子。 顿法突破后,我对身体力量的调动更强了,像八级虎扑,我仅仅两步就能速度爆发到50米每秒层次,我的双腿发力已经很高了,步伐闪躲可以做到很快,如今关键就是身体平衡的掌握。 徐景明很清楚这点。 战斗技巧是相通的,越多的技巧达到三阶,其他项达到三阶也会越来越容易。 比如枪法的部分发力,和顿法是相似的。 而八级虎扑的双腿发力,和步伐又有相似之处。 只是施展虎扑,是全力前冲。 步伐闪躲。 是朝四周方向移动,要复杂些。 砰砰。 刘冲远单手持着大盾,以大盾抵挡飞幅。 杨青硕手持一杆长枪,横方也手持一杆蛇毛,都以身法闪避一柄柄几乎同时笼罩来的飞幅,甚至还用长矛,蛇毛去格挡开飞幅。 钢筋弦挡住飞幅,千番战队五人就已经冲到面前。 杀。 好番大吼一声,手持双刀最先扑上。 杀。 身后四人除了一个是持着双盾的,其他三个全部也是双刀,各个汉不畏死, 扑杀向徐景明他们四人。 在不远处的王仪看着这幕,猝起眉头,千番战队五人各个是轻型铠甲,如今和队长他们纠缠在一起。 近距离下身法变换,我的剑射出,等抵达他们面前。 他们肯定移动到另外的位置了。 知晓我的存在,他们肯定很小心,不会轻易给我机会。 好莽的一支队伍。 王仪想着,迅速逼近。 只要距离够近。 一剑射出,他们身体都来不及移动多少。 王仪杀意凛冽。 神剑守在逼近,必须拼命。 否则没机会了。 好番队内语音下令。 是,师傅。 是,哥。 是,队长。 队员们个个更加癫狂。 除了徐景明手持双盾在刻意锻炼身法,以闪躲为主,偶尔盾排抵挡外。 横方、杨清朔、刘冲远三人都无比艰险起来。 徐景明平静看着这幕,队友们需要足够的压力。 扑。扑。 杨清朔和好番,同时在对方身上留下伤口。 杨清朔是一枪刺穿好番的左臂。 好番则是一刀劈在了杨清朔的胸口。 但杨清朔身体泄力,一刀劈得不够时,仅仅劈出一道裂缝,有鲜血渗透,但并不致命。 扑。 一柄刀硬生生刺入了横方的胸膛。 横方一干蛇毛,也击杀了一名千番战队队员。 他有些惊异看像刺穿他胸膛的年轻男子好千云。 好刀法。 横方赞叹声,他对自己蛇毛战法很自信,主动一挑二,击杀了一名队员。 但另一位好千云刀法出乎意料得很辣。 在赞叹中,横方和那名千番战队队员都化作虚无消失不见。 羞羞羞。 王仪已经到了近前,直接近距离弓箭速射,一件件射向千番战队队员。 千番战队队员,都和徐景明他们近距离厮杀在一起,一时间难以摆脱,30米的距离下。 还是近战纠缠下,每一根剑都是超音速的,几乎一瞬间,千番战队就倒下了三人,包括重伤的队长好番。 此刻千番战队,还活着的只剩下一人好千云。 如今的箭矢,也只盯着好千云一人。 砰砰砰。 好千云双刀施展,犹如层层浮云,交错之下,竟然接连挡下王仪射向他的弓箭。 你们中可有人,敢和我一对一。 好千云这个温和青年,此刻却有几分争鸣之色,神剑手,你可敢和我一对一。 让我和他一对一。 王仪贺道,他眼中满是战役,刘冲远,杨青硕包括徐景明都暂时退避, 他们对这个千番战队最后一名队员好千云也有些钦佩,同时他们也尊重队友。 杀。 好千云双眸隐隐泛红,直扑王仪,飞扑时脚下步伐变幻。 王仪站在原地,动也没动,只是拉弓射箭。 修修修修修修修。 以最快速度出箭,弓箭速射。 如此短距离,王仪恐怖地连续射出六箭。 虽然有弓箭的特殊,但最紧要的还是王仪的可怕箭术。 好千云靠着身法以及扇防守的双刀之法,一直逼近到离王仪十米距离, 距离太近,才没能挡住最后的第六箭。 搜。 然而冲到近处的同时,好千云也甩出了双刀。 剑使贯穿好千云的眉心,令他身体化作虚幻。 而双刀也急快到了王仪身前,王仪惊险地闪躲, 一柄刀划过了王仪的肩膀,切割出了一道伤口, 鲜血染红披在软甲上的衣袍。 即便受伤,王仪眼神依旧不起波澜,冷静无比, 他看向了徐景明等三人。 队伍四人也化作虚幻,离开战场。 离木战队获胜。 好凶的千番战队,全员各个练了暗器。 下国官方直播间,观众们看得兴奋, 男嘉宾则是赞叹道,特别是这个好千云, 他的刀法防守起来很精妙,攻击时也很毒辣。 横方就是没预料到那宛如毒蛇的一刀,被刺入了胸膛。 千番战队虽然全员覆灭,可总算杀了离木战队一人。 最后好千云和王仪一对一,也很惊险。 如果最后时刻,好千云扔出的不是手中比较重的双刀, 而是更快更犀利的手辅。 可能就杀死王仪了。 女嘉宾也赞叹道。 拒绝,好千云是没办法,王仪的弓箭进战速射威胁太大, 他必须以双刀来抵挡箭矢,最后刹那,他只能扔出双刀。 根本来不及取首辅。 男嘉宾说道。 女嘉宾点头,王仪也很厉害,和好千云一对一, 一直到最后受伤,表情都没任何变化。 够冷静的。 王仪当年能拿三届奥运箭术冠军,就是因为稳,稳定地让其他选手绝望。 主持人刘欣说道,虚拟世界开放,人类进化,王仪的箭术也比当年强得多。 只是现如今和周易还有些差距。 我很期待,王仪达到周易的境界。 这是迟早的事。 女嘉宾笑道,高手们实力都会逐渐进步,王仪迟早达到周易的层次。 可那时候,周易可能更强了。 男嘉宾笑道,徐景明五人出现在看台上。 给大家丢脸了。 横方惭愧道,我们对救我一个人战死。 这也是魔力。 徐景明说道,能战死,说明压力足够大。 一旁王仪点头道,那个好千云是挺厉害,应该全方面达到二阶级线,刀法更是有灵性。 横方也赞同,防御起来滴水不漏,出杀招时犹如毒蛇,毫无征兆。 而且看起来比我们还年轻些。 我们队伍战力怎么样,不会排到第15、16吧? 杨清硕说道,你们四人都算是倾尽全力了。 徐景明笑道,我也和对方一名队员厮杀,虽然闪躲为主,偶尔反击,但还是占据优势。 系统评价中,我应该比对方那名队员还强些。 加上你们四人完全爆发的战力。 战力排名,应该还行,不至于垫底。 我们是真拼命了。 杨清硕道,嗯。 王仪也点头,最后好千云给他的威胁也很强,必须全力以赴。 徐景明五人也走向亲朋好友们聚集的地方。 我的五名队友,你们辛苦了。 李淼淼笑着迎接,作为替补队员,就这么躺赢了,感觉是真好。 这场比赛,你和队长,是最轻松的两个。 横方也揶揄说道,能轻松,那是实力。 李淼淼抱着徐景明的手臂,得意道。 爸爸,三个女孩飞奔向刘冲远。 老爸,你真棒。 一名男孩也跑向杨清硕。 妈妈,你太帅了。 少女拥抱向王仪。 横方剑撞五头,一个个都有娃了,真羡慕。 徐景明和李淼淼彼此相识一眼,这一刻,也挺想有个孩子的。 在轻松娱乐气氛中,徐景明和亲朋好友们,又看了接下来的几场比赛。 到了上午八点,火种杯全国大赛第一轮正赛,16场比赛便全部结束, 也决选出了16支获胜的队伍。 未经计计时,将被移动。